而2012总统大选今天倒数100天 马总统积极的抢票 出席世界客属大会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 马总统强调自己的客家政策已经全部落实 对政策很有自信 但本来传出10月15号 马总统成立嘉义市竞选总部 党内大佬包括吴伯雄跟连战都会同台 没想到吴伯雄今天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说 他要出国他不会去 哇不会去出席这样的造势大会 看来党内大佬要同台停马 恐怕还没个谱呢 大受苦恋的客家化 马总统当着客家大佬吴伯雄的面 成掉客家政策没有挑挑 来就因总统三年以来 第一选的四个提出来的政策 已经全部都落实了 争取客家族群认同 马总统吴伯雄两人短期再同台 也颇有向外界消毒和大佬间没有复合 传出公民党中央为了营造大团结气势 瞧了老半天 就应在10月15号 嘉义市的造势大会要让马总统 吴敦义 王金平 外加连战 吴伯雄 五巨头同台造势 但大佬似乎不太赏脸 消息一出 吴伯雄就说自己有事无法出席 真的好尴尬 象征决战南台湾的造势大会 吴伯雄意外缺席了 难不成蓝军是抢着营造团结气势 消息放太快 还是团结参加的 因为那个场势非常的多 不大可能说每一个场势都能够有空来参加 他们这几位都非常的忙碌 也有自己行程的安排 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 来展现出我们团结的一个力量 国民党好不容易劝说大佬出面停马 没想到想营造大团结 却被吴伯雄出国行程破了弓 马总统要化解和大佬今天的行结 看来没这么容易 孙内讯 黄宝同学好 台北报告